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四章 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乐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 就能调动它的全身 看呐 船只虽然甚大 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呐 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 飞禽 昆虫 睡足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 宋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 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宋赞和咒诅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全员从一个眼里 能发出填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填水来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极度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 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极度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极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我这个往后来的 就能给你们看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是否 如果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你会做的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